大家好,我现在安徽安庆长江的边上 今天重点去看一下安庆长江大桥 现在对面看到的是安庆汽渡 应该是小交车坐着船过江 然后右边看到的就是安庆长江大桥 我们走到长江边上边走边看 已经走到江边了 这里好多的树影响了看大桥啊 这些树好吧好吧管不了的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看看能不能找一个树少一点的地方 这些树它也是保护着长江大堤 这个长江边应该要把它修得像武汉那个长江边 或者是九江的那个长江边一样 对吧把它打造的更加好看一点 那就完美了 现在是站在这个大桥的正下方 看一下还是相当漂亮的吧 还有就是这些树真的严重影响看大桥了 这些多余的小树枝 说实话给它砍掉 会不会更好一点呢 这么好的江边把它建造成那个观光长廊休闲步道 不是很好吗 这怎么就没有把江边建起来呢 这边有个亭子 看一下后面就住宅楼小区 这个地方叫大观亭公园 但实际上这个地方应该还要把它打造的更好一点 就完美了 把江边打造的像那个武汉的江边 或者是九江的那个长江边一样 那多完美啊 对吧 还有这些铁栅栏应该全部都拆掉 这严重影响人们在这里出行了 这些铁栅栏干嘛的 打篮球的吗 不是啊 这上面是高速公路 这个大桥是01年建设 04年通车的 就是这个大桥边这个树太多了 影响看大桥 基本上看不到被挡住了 安庆的自然环境 还是非常的好的 你看它有长江 然后它的那个湖泊 众多 跟那个武汉差不多啊 就是非常水资源丰富的不得了 知道吧 真的 它要是能发展到像武汉的三分之一那么完美 那就厉害了 也不指望像武汉了 像武湖一样也行啊 对吧 我感觉它发展的好像还没有武湖好啊 因为武湖的话 我在那个 看到我那个视频 感觉武湖的长江边 还是相当好的 等过完年 我到时候去武湖那边再去看一下 哦 这个角度勉强还能看得到一点 对吧 至少稍微开阔一点点了 整个安庆有三座长江大桥 市区 这是唯一的一座 就是高速公路大桥 然后还有一个高铁大桥 还有一座大桥 反正那两座大桥离市区都特别远 大概有 70多公里 所以说特别远 江对岸的话 也有一些高楼大厦 但整体来讲 江边的话 希望他能哪一天把江边打造的像武汉啊 或者九江啊 对吧 打造的更加完美就好了 因为江边是非常适合观光的 当然这个是高速公路啊 肯定是不能上去的了 江边还是很安静的 就我一个人在这里游玩 因为特别冷嘛 今天的风是三四级风 还是有点大 然后现在不下雨 下午好像还要下雨 明后天雨加雪 过年之前的话 不是雨加雪 就是下中雨 气温的话 就是一到零度左右 非常的寒冷 尤其是一吹风啊 这个是 这个手你扛不住啊 这个位置稍微开阔一点 哦厉害了 这个地方好像还能走到江边呢 哇塞 终于能够看到比较开阔的这个长江了 你说他这里要是能把它打造成那个 那个非常好的 像那个武汉一样 像九江一样的江边 是不是 那样多完美啊 那样这个看这个大桥多漂亮 就不再往前走了 就站在这里看一下就可以了 滚滚长江向东流 再往前是铜宁 呃 吴湖马鞍山南京 然后就到江苏了 再往前就是上海 就到东海了 再回头看一下 安庆长江大桥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 下期见 'll be 下期见